国民特在看口说,日空二十年,全国议员释出恩加他的战略,全台湾特区都要提前选,如果有议员的选区,要再加一项,民政党台中市当部的主委更好求就反对。 台湾民众党的候选人,因为没有付出,没有扎根,是不可能有成功。 国民特金本,辽力经营地平的重要性,尤其他的政务不了五政议和批评,这个纪委只为了合理化,立法医党团主义丹地涵,香港参选,而且恐怕会变成民众党连任議員的非別纪委。 黄敬英参选这个士林北投的时候,那陈思宇也一起参选嘛,就让陈思宇也是高票落选。 所以基本上民主党是没有任何配票的能力跟配票的制度。 这个N加1计划只是适合让某些特定的人到某些本来就有议员经营的选区空降下来,去捡他现成的组织啊。 相信我就导致绝对会让现任的议员恐怕不会有去认的机会。 五政议中台北苏林北投区来作例,要公开把丹地涵划渡算前。 陈志涵他是不是在去年有表示他想要选台北市议员,所以被排入在这不分区名单。 这个人才的培育会不会到最后都是看这个所谓党主席的兴趣而去判断。 我建议陈志涵应该要去做地方耕耘,不要只每一次都在这个所谓市府里面或党里面当高官,指挥别人嘛。 所以我只是要鼓励陈志涵,你赶快出来赞,而你在哪里赞,我也跟你赞,避免他没有声量。 郭文贴想要找那些人来出现地坑,但是人材要去找,所谓才是大问题的。 明镜需要长下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